同学你好 欢迎再次来到收益管理课程 收益管理战略究竟是用哪些行业呢 今天让我们一同去探讨这个问题 从前面的课程学习中 我们已经知道 收益管理其实遵循商业准则的分析与应用 它通过预测微观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 同时优化产品的可应用性和价格结构 从而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增长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收益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在美国航空公司中得到了实际的应用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并且迅速地被世界范围内 各个航空公司所采用 但是除了航空业 它在酒店业和一些其他行业的应用 也同样能够带来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 那么可以实施收益管理的行业 需要符合哪些特点呢 首先 行业应该具有相对稳定的供应能力 也就是生产能力相对固定 在短期内不容易调节 例如酒店业中 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就是酒店销售的客房 可是酒店的库存客房是具有一定的容量的 它的总客房数量 以及在各个房型上的客房数量都非常固定 在短期内 想要建造新的客房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投资成本十分的巨大 第二 行业的产品应该是易事的 也就是说难以保存 这一点其实可以结合固定的供应能力 这一点来进行理解 想象一下 在酒店客房数量无法改变的时候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会出现某间客房没有能卖出去的情况 这时这间客房在这一天的收入其实就流失掉了 并且之后也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获得补偿 航空公司中的飞机座位 餐厅的仓位 影院和剧院的座位也都具有意识性 从这里我们能够明显的发现 产品的库存容量和时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甚至可以说在这些行业中 产品的存量和时间因素共同构成了产品的库存 而这些也就是收益管理需要进行收入优化的对象 第三 产品或服务可以提前预定 因为提前预定服务有助于预测市场需求 而在对未来需求有足够的把握时 产品提供商才能够提前计划 匹配产品的库存 甚至采用动态定价或价格限制等措施来优化需求 反过来 如果需求不能得到预测 并且总是在最后时刻一起到来 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就会非常被动 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餐厅提供提前预定服务 那么首先在预定的时候 这些餐厅就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受 以及是要接受三人用餐的预定 还是市容用餐的预定 之后也能够根据已经生成的预定量 来安排桌椅摆台形式 以及员工排班和食品备料等等 同时产品提供商可以根据预定量 来研究需求的模式和趋势 从而预测未来需求水平 这将有助于今后合理实施定价策略 和库存管理策略 第四 行业的成本构成应该是 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变动成本 酒店的客房依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酒店客房在建设过程中的投入都很大 但相反 每间客房的服务成本 包括步炒更换 能耗 清扫人工等等 与客房收入相比都比较小 可以认为 在拥有这样成本结构的行业中执行收益管理 将不用过多考虑变动成本的影响 并且会有效提升收入和利润 最后 行业需要拥有不同价格敏感度的客户群体 这意味着可以根据产品特性和价格敏感度 将目标市场化红为不同的细分市场 然后运用收益管理的方法 针对各个细分市场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 从而实现各个市场的收入最大化 这一点不论在航空业还是酒店业 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不同的飞机仓位 房型 以及不同限制条件的定价 都是为了捕获不同价格敏感度客户群体 所设定的产品和价格 此前在解释意识性时 我们有提到时间对于产品库存的影响 这提示我们在执行收益管理战略时 能否对时间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将非常关键 而根据不同行业的价格和时长的可优化程度 还可以选出最适宜实施收益管理的行业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二项目中所列举的行业 包括酒店 航空 租车 邮轮等 他们的库存与时长联系非常紧密 其中时长可以被准确记录 既然用来预测需求 同时价格也可以根据需求水平 来做动态的调控 可见这些行业是最适宜 通过收益管理来获得最大化收入的 另外对于第一项性中的会展业务 如果它的价格可以像酒店的宴会 或会议场地那样能够自主定义 那么也完全可以展开收益管理 对于第三项性中的餐厅来说 如果客人的用场时长规律相对稳定 可以预测 并且同样的产品价格也可以自主定义和调整 那么餐厅也可以采用收益管理方法 对它的擅作率和每小时每仓位的收益进行优化 因而在酒店夜里 客房宴会以及会议场地餐厅 都是我们需要考虑进行收益管理 从而提升其收入表现的领域 但是如果时长不可控 价格不能灵活变动 就难以实施收益管理 可是在不同的行业中 它们各自有哪些特征 又是如何影响收益管理的政策的呢 首先就酒店而言 作为典型的服务业 显然它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就是客房 而它的显著特点 例如体量比较固定 客房价值具有时间限制 也就是意识性 建设成本高 但运营成本的编辑成本低 此前都已经提到过了 剩下的几点也就比较好理解 像现在大家住酒店 大多会通过协程或者是官网平台进行预定 而临时入住就比较少了 而且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就会发现 酒店大多都存在许多不同的房型 这其实就是酒店在按照客户需求 和价格敏感度等因素 对市场进行细分 最后 酒店客房的入住率 具有季节性的 也就是说 在当地旅游发展水平 假期长短 旅游单万季 乃至一周内不同日期等因素的影响下 市场需求非常容易发生变动 进而 也就会对酒店客房入住率造成影响 其中 节假日和市场的重大活动 往往就是酒店获利的最佳时段 也是酒店发挥管理收益效能的最佳时机 以杭州开源民都大酒店为例 它采用的就是动态价格管理的方法 对于不同的节假日推出的 不同的活动营销方案 目的是 使市场需求曲线 与酒店价格曲线运动方向保持一致 例如在春节期间 对房价进行微调 针对上门散客灵活执行价格 清明假期期间 对提前一周的预定提供折扣优惠 并且要求客人提前预支定金 五一黄金周的时候 推出五一豪华双床房的营销方案 通过提升客房网络销售价格 赠送酒店餐饮消费券 不仅提升客房平均房价 还带动了酒店餐饮消费 航空业显然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例如航空公司每个航班的总库存 是固定的 航班提供的服务具有强烈的意识性 虽然说从意识性角度考虑 公司应该尽早授出全部座位 从而保占客座率实现每个座位的价值 但是从航班的整体收益水平考虑 航空公司应该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 设定每个票价仓位的可消失数量 从而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此外 航空公司也会提供可提前预定的产品或服务 具备预测未来航班需求的能力 而飞机购置费用远远高于航行中的变动成本 所以只要每次航行的收入高于每次航行的边际成本 航空公司就可以获得收益 或者是减少损失 当然航空公司也会根据客户对于运输实现 和服务保障方面的不同要求 设置经济舱 商务舱等不同舱型 而对于航空来说 市场需求同样也具有单万级和平级的区别 而不同航线会在节假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呈现出不同的单万级周期 以南航为例 它在2019年正式开始应用ODRM系统 这意味着公司会对旅客 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全程进行分析 进而给出最佳的航班组合和最佳的运价 而不是仅仅基于单个航班的定价和收益最大化来考虑 进一步来说 这种方法其实是在依据时间 仓位类型 团体购票进行差别定价的基础上 让整个定价程序变得更加细致 动态化 也让乘客行程的安排方式 与公司计划实施的价格策略 具有更高的契合度 但是餐饮业与航空公司和酒店业相比 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首先是餐厅具有两大问题 一个是利润偏低 一个是人力成本非常高 为了高效配备人力资源 很多餐馆会提供提前预订服务 从而预测并调节市场未来需求 有效管理客源 而这也能够帮助餐厅 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此外 餐饮服务行业的实际供给能力 会受到设施规模 员工数量和流程能力的严重限制 具有较强的固定性 但另外一个方面 它的供应结构又非常灵活 一如座位组合和套餐组合 而当餐厅的座位组合 能和客户的团体规格相匹配的话 餐厅就更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在时间控制方面 客户的到达时间和用餐时间 都存在不确定性 再加上餐厅的基本销售单位 也就是餐位 不仅具有不可储存性 在短时间内还可以多次使用 这说明翻台率也是影响 餐厅收入的重要因素 而通过这些特点不难发现 餐厅的收益管理功能 不仅体现对菜品价格的关注 还体现在对过客用场时间的管理 以杭州绿茶餐厅为例 它作为快食尚餐饮的代表 实施的是薄利多销 加高翻台率的组合战略 也就是一方面用近乎成本的价格 来销售产品 当然中间也会穿插一些产品组合 这里就不再细说 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精细化的座位布局 和厨房设计来提升翻台率 其实座位布局算要求一个餐位 1.6平方 厨房布局则要求靠前 减少传菜时间 同时保证透明化 开放化 当然除了这些 你还可以继续思考并列举 还有哪些行业是适用收益管理的呢 其实随着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 收益管理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并且得到了更加广泛 更加多元化的普及 在这种情况下 收益管理发展出了跨界和融合的管理理念 许多收益管理负责人 越来越积极地与同行业的其他部门 比如市场销售 运营 财务和技术等团队 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 甚至还开始寻求与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合作实践 而在生活中 很多常见的场景 比方说电影院 会展中心 音乐会 球赛 俱乐部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到处都是收益管理的影子 尽管收益管理在不同领域的操作 略有不同 但基本流程是一致的 都是需要先基于价值创造进行客户细分 然后尽可能准确地预测需求 最后根据已经掌握的数据和经验进行动态定价 本节课的内容 基本都是围绕着收益管理的信用行业 及其特征 并且还通过例证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但其实 这些都是应用实践方面的内容 通过掌握这些 将帮助你更加深入地理解收益管理的基本原理 好的 本次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